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东赫山 四季长青 雾富民风 人们运用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 制作出营养丰富 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演绎出餐桌上的百般风味 赫山人独家的烟鹅秘籍究竟是什么 这是我们十多年来总结出来的秘方 灵魂秘料 这有点沉啊 一头牛的牛腩有多重 赫山人会怎样按部位分割牛腩 这个白奶这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对 全部都要 丰收了呀 走 新鲜草鱼与广式烧肉 如何搭配在一起烹制 我演示给你看一下 很少有这种操作 味道调查员与您一起寻味赫山 领略别样烹饪技艺 品尝特色珍修智味 民以食为天 食与鹅为先 作为粤菜经典菜式之一的广式烧鹅 是广东人十四餐桌上 备受欢迎的明星菜肴 可以说广东人的味蕾 对烧鹅的滋味 既敏感又挑剔 在广东赫山 据说要想品尝到 这家店里的特色风味烧鹅 必须要提前预约才行 那么这家店制作的烧鹅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凭什么能征服当地的老饕们 挑剔的味蕾呢 我们的烧鹅 一直都是坚持出炉48分钟 就不卖给顾客了 让顾客吃得更健康 吃得更好 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断创新 不停地改良 有着多年餐饮从业经验的任伟斌 着迷于钻研荔枝柴烧鹅的烹饪记忆 这一次他又决定在以往烧鹅做法的基础上 为烧鹅添加新的滋味 并让家人试吃品尝 美味一定离不开优质的食材 任大哥带我来到了养鹅场 他挑选大鹅会有什么讲究呢 来了 这就一下就成了 生长90天的鹅肉嫩不腥 是赫山人烹鹅的首选 常被用来制作家常焖鹅 用生抽涂抹鹅身后 油煎定型 再切成小块煸炒 放入南乳 冰片糖和盐增味 撒入切碎的柠檬叶去腥 焖至约40分钟集成 咸香下饭 大鹅到手 任大哥又带我来到了一片荔枝林里 说是在荔枝花开的时节 一定要找到一种 用来制作烧鹅的重要食材 那会是什么呢 你要大力一点 向下抖 大哥 蜂蜜 这个烧鹅有什么关系啊 你先帮我把它拿回去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抖去蜂巢上的蜜蜂 将蜂巢放入离心机中 匀速摇动 就获取到了成琥珀色的荔枝蜜 这正是任大哥要寻找的重要食材 任大哥会怎样用芳香清甜的荔枝蜜 搭配精挑细选的大鹅 来展现烧鹅的好滋味呢 这个鹅我们要先把它的脚跟翅膀 都先卸下来 不能直接就整着去烧吗 为什么要卸掉它 那个翅膀跟那个脚的位置 比较薄淘起来的话 脚跟翅膀容易干 任大哥告诉我 鹅翅和鹅长肉少 入炉烤之后 口感又干又柴 不讨人喜欢 但是如果控制成 鹽菊鹅翅和鹅长 那可就是餐桌上 人见人爱的美味了 去除了鹅翅和鹅长后 任大哥说 下一个处理步骤更重要 还有一个环节 鹅下巴 这个蟹它有什么用啊 它下巴合起来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不通风 鹅的脑袋里面的脑组织 特别容易变坏 任大哥说 切掉鹅下巴 也就是鹅绘的下额部位 有利于鹅头 在之后的风干过程中 内部水分快速蒸发 防止其变质 而切下来的鹅下巴 可以用来烹成一道佳肴 裹上粉糊 用热油炸至焦黄香酥后捞出 再将香菜碎与洋葱末 入锅爆香 加入酱油与水淀粉 炸好的鹅下巴 再入锅翻炒约一分钟 枝香味浓的酱香鹅下巴 就是一道绝佳的左餐小菜 在任大哥眼里 鹅的全身都是宝 处理下来的鹅内脏 也能拿来烹成美味 鹅肠淋上老抽 撒上淀粉 抓拌均匀待用 热油爆香葱花 倒入尺油黄酱汁和水淀粉 鹅肠入锅翻炒 一道尺油黄酱汁鹅肠 鲜香滑嫩 清水中加入山奈块 生姜块以及葱段 山奈干片 香叶 花椒 料酒 盐 煮至沸腾 下入鹅针烹煮约20分钟 去腥增香 山奈末 泼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入适量盐 糖 酱油 香菜 搅拌成料汁 淋在煮熟切好的鹅针片之上 一道捞鹅针 吃起来紧实爽口 处理完鹅的边角料 任大哥开始处理鹅身 我们现在就可以先帮它打个气 将它的皮跟肉先分离 任大哥说 从鹅脖部位的皮肉之间打入气体 使鹅全身的皮与肉分离开来 有助于后续烤制时 鹅皮更加酥脆 哇 捏起来手感特别好 像摸一个气球似的 接下来任大哥说 要运用它独家的三重腌制法 来连续操作 让鹅肉层层入味 那我可得好好学一学 这烟鹅秘籍了 这腌制是个大效果 对 因为我刚才就注意到了 我们现在桌前摆了 好多种调料 这是我们十多年来 总结出来的密发 灵魂密料 对 灵魂密料 三重腌制法的第一重 是用干料腌制入味 将五指毛桃根 陈皮 桂皮 甘草 山奈 丁香 白胡椒 大料 白纸和芹菜籽 打碎成粉 混合适量食盐 在鹅腹内涂抹均匀后 静置约三分钟 利用盐的渗透性 给鹅肉添加复合的香味 三下左右抹均匀 这个抹得要不匀的话 吃起来的味道就不对 对 有些地方咸 有些地方淡 三重腌制法的第二重 是再用湿料腌制入味 红腐乳 白腐乳 黄豆酱 芝麻酱 豆瓣酱 蚝油 花生酱 糖 海鲜酱 磨齿酱和酱油 搅拌混合后 再在鹅腹内涂抹一层 静置约十分钟 为鹅肉增加富裕的酱香滋味 手要进去的话 感觉其实腹腔也不是特大 对 而三重腌制法的第三重 则是用蔬菜腌制入味 将葱 香菜和薄荷切碎混合 第三次涂抹到鹅腹内 继续为鹅肉增添清爽的滋味 任大哥说 只有这样分三次 用不同调味料腌制出来的鹅肉 烤制出来后 才能具有丰富的味道层次 更加好吃 用钢针将装满丰富调味料的鹅腹缝合后 将大鹅放入约85摄氏度的热水之中 烫一下鹅的表皮 让鹅皮变得紧致并定型 之后再一次给鹅打气 维持皮肉分离的同时 让其外形变得更加丰盈饱满 接着任大哥开始调制脆皮水 终于轮到荔枝蜜登场了 我们还要把荔枝蜜跟白醋 按照1比2的比例把它对开 确保荔枝蜜可以均匀地 喷涂在鹅的皮肤上面 表皮上 对 你自己严肩的方法吗 这是我想了好久 第一次试 任大哥告诉我 他之所以选用荔枝蜜代替麦芽糖 来调制脆皮水 是为了让大鹅的表皮 在烤得酥脆的同时 还能具有独特的荔枝蜜甜香 这让我对这只烧鹅的好滋味 充满了期待 表皮均匀喷洒过荔枝蜜脆皮水的大鹅 还要继续风干约12个小时 晾干水分 让鹅肉变得紧致 点燃带有果香味的荔枝柴 大鹅入炉烤制 不时翻转鹅身 让其受热均匀 鹅皮的色泽逐渐加深 鹅皮下的油脂不断渗出 脂香四溢 烤制约45分钟后 鹅身通体呈枣红色 唇香诱人的烧鹅就出炉了 倒出烧鹅腹中的汁水 作为吃鹅肉时的蘸水 烧鹅斩块一刀爆汁 准备迎来家人的品鉴 这次改良挺好的 那个皮很脆 一口下去 满满的幸福感 嚼得一瞬间感觉 里边的这个汁水啊 特别香 荔枝柴烧鹅 鹅皮和鹅肉分而不离 肥而不腻 酸甜的荔枝蜜脆皮水 赋予了烧鹅干香醇厚的滋味 也让烤之后的鹅皮 拥有酥脆的口感 香嫩多汁的鹅肉 沾上从鹅腹内 取出的富裕之水 入口回味无穷 任大哥不断改良 烧鹅的烹制技艺 源自于他对美食滋味的 不懈追求 也得益于家人 对他的鼓励与认可 各种以牛肉为食材 烹制的美食 在鹤山市龙口镇人的餐桌上 可谓花样繁多 这家店里有一道 深受食客欢迎的 创意招牌菜 要专门取用牛的一个 特别部位来制作 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鲜甜 很有嚼劲 我们经常来吃的 这道菜我很喜欢吃 很有特色 李海文就是研发出 店里这道招牌菜肴的人 每天食客们 从四面八方赶来 就是为了吃上 他独创的这道美味 女儿李小欣 一直在努力学习 父亲的好手艺 这次他要按照 父亲教的方法 烹制店里的 这道招牌菜肴 希望自己的厨艺 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他做了这个手艺活 就是做了三十多年 把我跟我弟弟养大 我爸他也不想 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 毕竟就是厨房活 就怕我比较辛苦 他现在腰也不好 所以我也想就是 减薪一下他的负担 小欣说 想要制作这道招牌菜肴 一定要先选购到 优质的食材 为此他带我一早 来到了菜市场 牛腩整一块都是 哪一块 这一块是白腩 这一块是坑腩 我们赫山人就 这两种说法 我说我没听过这种分类 对 原来小欣要采购牛腩作为食材 赫山人会将牛腩分为坑腩和白腩两个部分 靠近腰肋骨的肉 除去肋骨后会出现一条条的凹坑 所以这个部分的牛腩被当地人称为坑腩 坑腩以外的牛腩部分则被称为白腩 通过观察颜色来判断牛腩的鲜嫩程度 这是小欣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经验 通常颜色深红的牛腩 口感会更好一些 这个白腩这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对 全部都要 老板 麻烦您帮我们把这一整块给撑一下 这有点沉啊 这一大块牛腩重约30千克 小心会怎么处理呢 这边白白腩 这边是坑腩 一般都是先一分为二 块刀切肉 大块的牛腩转瞬间便被分成了两部分 坑腩切片可以与各色牛杂搭配一起涮着吃 这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牛杂打边炉 小欣说烹制父亲独创招牌菜肴的主食材 就来自于这块白腩 我们入菜就用了这一片的筋膜 不是吃整个白腩吗 是吃筋膜吗 对 吃筋膜 它比较有嚼劲 然后比较有油香味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小欣要选的食材竟然只是白腩上的筋膜 这用筋膜制作出来的菜肴能好吃吗 我对这道招牌菜肴的烹制方法更加好奇了 这几块都得剃 这么多 对 但是现在这个里面肉比较紧 这白色露出来的就是那个白腩的筋膜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主角 对 你一定要注意了下面那个筋膜可不要剃块 这筋膜不能破是吧 是是是 如果它破得多的话 它就会水分流失 没那么有嚼劲 感觉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 因为保持一个姿势是很累的 确实 踢筋膜十分考验我的耐心 需要手稳小心翼翼的操作才能完成 踢下筋膜的白腩可以成就其他美味 切片后加盐和糖搅拌 腌制约半个小时 豆豉与蒜粒爆香 下入白腩肉片翻炒至变色 放入凉瓜片继续炒制 酱油提鲜 一道凉瓜炒白腩肉片清爽又美味 那么小新会怎么烹制这些 踢下来的白腩筋膜呢 我现在摸起来就像摸一张 特别有韧性的皮一样 但实际上它其实比皮还有韧性 主角就是它了 小新说 他要用白腩筋膜与白萝卜 搭配在一起焖制 白腩筋膜入锅焯水后 分切成适口大小的筋膜块 白萝卜切小块 放入加油冰片糖的水中焯水 去除苦涩味 生姜切块 拍碎备用 这姜怎么拍这么多 广东的话它比较潮湿 吃姜可以去湿气 这是姜能好吃吗 焖了之后它有味道 它入味道很好吃的 我看这配料跟配菜的比例都一样 我们当地这个就是 这道菜里面它不当做配料 它是算一个配菜那样吃的了 算配菜了 对 鹤山气候潮湿 当地人认为 日常多食用生姜 可以驱寒除湿 有益于身体健康 猪蹄与生姜炒香 加入果醋 黑米醋与冰片糖 这样包煮出来的猪脚浆 是当地妇女最爱的暖身美食 拍碎的生姜和鸡肉块一起煸炒 老抽上闪 生抽调味 一道姜炒鸡 可谓皮嫩之香 那么小鑫是怎样用大量的生姜与白奶金模块和白萝卜块搭配一起来烹制呢 先把锅烧红 然后放油 把那个姜和蒜 呃 呃 呆一下 姜块与蒜瓣炒至金黄 加入海鲜酱 砂茶酱 老抽 提鲜上色增味 倒入白奶金模块炒制 浓郁的酱香混合着姜香 突鼻而来 不放萝卜吗 萝卜是放到上菜那个瓦锅 加热一下呢 它那个萝卜就会把那个汁吸了 它就有味道了 明白了 用萝卜来铺底 这样呢 萝卜的味道 可以沁入到这个筋膜当中 很清甜的萝卜 锅中加水 炖煮约两个小时 让生姜和调料的味道 逐渐融入到白奶筋膜块中 将白萝卜块平铺在包中 倒入炖煮好的白奶筋膜块和碎姜块 继续小火焖至约五分钟 一道白奶筋膜焖萝卜包就做好了 各色风味菜肴上桌 家人围坐一起 父亲会给女儿李小新的厨艺 打多少分呢 嚼起来很有弹性 爸爸我做得怎么样 可以啊 都要把吃饭呢 我让几个吃 白奶筋膜吸收了汤汁的精华 弹牙又筋道 白萝卜块香滑细嫩 生姜块辛香暖味 得到父亲肯定的李小新十分高兴 他要传承父亲的好手艺 让来店里的食客都能满意而归 河冲里下网 什么鱼仙会让鹤山人痴迷不已 包皮 摔打 何种烹饰方式能成就鹤山人 惦念不忘的经典鱼窑 好吃又便宜 我们每次过来都点了 开张来到这里了 来到健身家二十多年了 眼前正忙碌着的李燕青大姐 在由水箱支撑的鹤山市古牢镇 开店多年 爱吃鱼的清洁很会烹鱼 许久未见的表妹要来家里做客 她准备制作一桌拿手菜 为表妹接风洗尘 其中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功夫鱼窑 正是我这一次味道调查的美食目标 看 这是我们的清洁 大家看我身后有几个大哥 一会儿这些都是我们中流砥柱 好 出发了 走了 刚一见面 爽朗的清姐就带着我上了渔船 准备去捕鱼 清姐 你刚才说这个不叫河 叫河冲是吗 对 河冲 清姐告诉我说 当地人说的河冲是河岔的意思 靠水吃水的古牢镇人 家家户户都承包河冲里的 一大片水域来养鱼 通常需要多人水上协作 才能完成捕鱼工作 这次清姐会挑选哪种鱼鲜 来烹制她的哪首菜呢 我现在要把船里多余的水给它排出去 要不然我们有点危险 我们水下每一个人都会游泳的 对 四五岁就要柔了 水性非常好 对 鱼网下入河冲 众人协作将鱼网慢慢收拢 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在像拔河一样 那边有个鱼蹦出来了 你看这个 太棒了 这儿的鱼 大头鱼 看 大头鱼 大头鱼学名雍鱼 赫山人很是擅长用它来烹制成各种特色菜肴 将鱼头块与排骨块用密制酱料分别腌制入味 撒上青红胶圈 入锅蒸制约20分钟 酱香醇厚的蒸鱼头排骨格外下饭 鱼块裹上蛋糊 煎至焦香 加入蒜片 洋葱丝和青红胶片去腥增香 一道香煎鱼块 外表酥脆 内里软嫩 虽然大头鱼作为食材 可以变换出多种美味 但青姐现在要挑选的 却是赫山人喜爱的另一种鱼鲜 那会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 我也找到了 就这个 这条鱼就是我们要用到的草鱼 非常肥美 收获了草鱼 青姐又从河冲里顺便捕捞了些河虾 她会用草鱼和河虾 怎么做出那道功夫鱼窑呢 准备做个什么大菜这是 就是酿那个草鱼 酿草鱼 这酿这个字挺灵性的 酿是广东人喜爱的一种烹调方法 用鲁鱼绒与其他配料做成馅料 塞入只剩鲁鱼皮的鱼身中 先煎后蒸 就是广东明星菜品 酿鲁鱼 青姐告诉我 她制作的酿草鱼 就是参照酿鲁鱼的制作方法 经过改良创新后做出来的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往馅料里 加入一种特制的食材来增味 那会是什么呢 我们就加上那个烧肉进去 提鲜那个味道的口感好一点 青姐说 她这次烹制酿草鱼 馅料里一定要拌入特制的烧肉碎块 才好吃 选用大块带皮猪肉 涂抹一层蒜蓉与特制的五香盐 再用食盐揉搓猪皮一面 静置约三个小时 腌制入味 挂入约200摄氏度的烤炉中 猪皮面炒火 烤制约半个小时 猪皮变软后 取出猪肉块 为猪皮扎孔 这样做是为了在烤制时 让融化的皮下油脂 可以从小孔溢出 扎孔后的整块猪肉 风干约12个小时 为防止猪肉烤焦 需将猪肉的一面包上锡纸 再次把猪皮一面炒火 放入烤炉中继续烤制 约15分钟后 待猪皮变得焦脆 取出猪肉块 刮除猪皮表面的焦黑物质 然后第三次回炉 这一次改为猪肉一面炒火 继续烤制约15分钟 如此反复烤制 猪肉块最终才能变为 外表金黄焦脆 内里松软香嫩的广式烧肉 清姐说呀 虽然烧肉的制作已经很繁琐了 但接下来 酿草鱼的制作会更具有挑战性 她给我布置了一项高难度的任务 我演示给你看一下 很少有这种操作 原来制作酿草鱼最关键的第一步挑战 就是需要将草鱼皮完整包下 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破口 首先 沿着鱼腹开口的边缘 从内侧下刀 将鱼肉同鱼皮分离划开 不要太大力 将手伸入鱼皮和鱼肉之间 小心翼翼地将鱼皮和鱼肉分离 肉也很紧致 然后皮也特别有弹性 其实不太好弄 我觉得我用大拇指一点点推还行 慢慢地吹进去 要想获得完整的鱼皮 考验的绝对是耐心 带草鱼皮肉分离后 踢出带肉的鱼身 最后呈现出鱼身部位 只剩鱼皮的一整条草鱼 完整的皮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摸起来很有韧劲 踢下来的鱼身踢骨流肉 将鱼肉切成薄片后 加入适量食盐 剁成鱼绒 再进行反复摔打 就是提高那个韧性 吃起来口感 够嚼劲 鱼绒反复摔打到出胶 搅拌上劲后 往其中放入适量的猪肉馅 增香的同时 还可以帮助馅料 在烹熟后变得更加紧实 接着将新鲜出炉的烧肉切碎 加入到馅料中 增加其纯香的滋味 这个虾是你补的 将和虾也剁成虾绒 一并加入给馅料提鲜 陈皮 香菇 木耳 鼻器 芥菜头 鸡血草 粉丝 香葱 香菜等多种配料 全部切碎 也放入馅料中用来丰富口感 用白胡椒粉 糖 生粉 蚝油 生抽调味 加入老抽上色 所有馅料食材充分搅拌混合后 再持续摔打 增加其粘稠度 还没完啊 用那个皮 酿回那个鱼肉和那个馅进去 但是是不是很费劲啊 确实费劲 先在草鱼皮内里 均匀涂抹一层生粉 再填入馅料 生粉可以帮助馅料 更加紧密地贴合鱼皮 清姐说 接下来的烹制过程 就是制作酿草鱼 要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了 煎一下那个香味好一点 再蒸一下 防止它不熟嘛 也可以提鲜的 是的 就是最大程度的 激发这儿的香味 对对对 清姐告诉我 煎制酿草鱼要非常小心 因为草鱼皮单薄又娇嫩 如果煎制技术不到佳 很容易使鱼皮粘锅 影响成菜的美观 凭借经验 清姐煎制出了金黄诱人 外观完美的酿草鱼 煎好的酿草鱼 再入锅蒸制约40分钟 这道功夫鱼窑才算大功告成 切成厚片 撒上香菜碎 葱花 洋葱丝 与青红椒丁点缀 最后浇上用少量食用油 水 蚝油 糖 生抽调制的料汁 提味增色 一桌清姐拿手的家乡菜窑上桌 为表妹准备的接风家宴开席 嚼起来这种鱼的香味特别浓 酿草鱼 鱼皮脆弹柔滑 富有韧劲 内里馅料鲜香软糯 滋味醇厚 一道酿草鱼酿入的 不仅是家乡的富饶物产 更是把清洁的美食巧思酿了进去 青山绿水孕育着天然食材 至美真修展现着烹调酱心 任伟斌继续改良烧鹅技法 家人的支持和食客的肯定 就是他钻研的动力 李小新希望自己能早日 在后厨独当一面 分担父亲的辛劳 吕燕青坚守着烹制鱼窑的记忆 只为让更多的人 能吃到地道的家乡鱼鲜 美食给味蕾带来满足 也承载着对家人的关心 对故乡的思念 有温度的食物 总是温暖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